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家宅解读实战营的竹江老师何曼宁 今天进入到我们家宅解读的第13讲 厨房在各个工位的影响以及优化建议 我们这期重点为大家讲解的是厨房的一些要求和规则 以及厨房在各方位的影响和优化 好,上一期我们重点为大家介绍了卫生间的要求 大家还记得吗,首先一定是要干净干燥,要通风 在各个方位不同的这个位置,它的颜色也是有要求的 以及在某一个方位,它具体会影响到哪个人物 影响到哪个流年,身体的什么部位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 以及优化建议,也为大家讲了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 但是对于一些特别特别不良的,尤其是在三恶方的 或者是说家中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压着本命工的这种 那就一定一定要用这个房子抹的这个药粉来进行化解和处理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好了,我们这一期来看,先看一下厨房的要求 首先第一个,厨房也是一定要保持干净整齐的 无论是在房子的哪一个房间,我们一定要保持干净整齐 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是什么呢 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如果再是湿脏差乱 那它的污气浊气将会更加的严重 进而影响这个工位的人以及这个流年 同时还会影响这个方位,方位所对应的身体部分 好,那厨房呢,厨房对应的是什么呢 厨房其实也对应的是其他所在工位的这个人物 保持干净才会使整个家庭里面的人 他有愉悦的心情 同时呢,脾胃 脾胃这方面是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只要是干净整齐 这个就不用再讲解了 再接着来看第二个 厨房门不得对着水池 这是冰箱门、炉灶 为什么呢? 我们有一句俗语啊 叫厨房就是炉灶 厨房这个炉灶如果对着门了 钱财序号 容易钱财序号 破号比较大 所以厨房门尽量不对着炉灶的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是您的一个厨房 厨房的这个门正对着的就是炉灶 钱财序号 容易破财 女主人容易这个手里拿不住钱 不是这里要用钱就是那里要用钱 好,这是一个 再一个 厨房门不要对着冰箱 也就是 这是厨房 厨房的门 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冰箱 冰箱的门呢是这样开的 这样开 那不行 厨房门正对着冰箱 你想想看 食物是不是直接被这个气流给冲着了 一家人的这个脾胃会有问题 同时呢也对应的是钱财序号 再有一个就是对着水池子 水池子那就典型的就是败财了 如果是这是厨房的门 这个位置对着一个水池子 水 那财水直接就流出去了 所以呢这些一定一定注意啊 您家在装修的时候 这些位置尽量让它错开 女老师呢我们家是个推拉门 很多人家是推拉门 比如说就安在这儿了 这两扇都能打开 那怎么办呢 经常开这扇呗 经常这扇就把它关上就行了 女老师不开行不行 不开就没问题 是可以的 好这是炉灶 再有一个 比如说这是您家的灶台的台面 您家这个位置啊 是炉灶 紧挨着它就是个冰箱 这就是炉灶紧挨着冰箱 这个呢容易怎么样呢 容易家中对舅舅 舅子 舅舅 母亲的哥哥或者是母亲的弟弟啊 对这个不利的 对舅舅不利 所以呢 建议把它离得稍微远一点 你说你没有舅舅那无所谓 但是呢 一个是火呀 一个是冰冻的水呀 是不是水火不容 夫妻之间感情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你不能单说看看看舅舅啊 这个是一个俗语啊 很多人都知道的 一直流传着 好再有 炉灶不能紧挨着水池 那这个不用说了吧 炉灶如果紧挨着水池 这是火 这是水 对吧 一个火一个水 你这水火不相容啊 离得这么近 你离得这么近 想想看 那这不就天天夫妻大战啊 所以呢 水火一定不要挨得太近 那你说老师挨多远 你至少你中间得 空出来一个灶台 得空出来一个台面吧 对吧 比如说像这样 这就不挨得近了 这是水 比如说这是火 那就不会太近 中间至少还有个这么大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最担心的就是 离得太近了 这是水 这就是紧挨着就是火了 你说但是没办法老师 我们家这个厨房太小 这个水火就是紧挨着的 像这种怎么办呢 给大家讲一个啊 就是用通关的方法 比如说这是水 这是火 通关嘛 通关嘛 怎么什么叫通关呢 也就是让五行流通起来 火和水本身是相克的 那我们让水和火相生 怎么生呢 水生木木生火 对吧 水生木木生火 我们就可以在水和火之间的 比如说 尤其是在水池子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贴上 比如说绿色的 或者是蓝色的 这种 比如说木条啊 或者是这个不干胶的那种防水的 防水的这个胶带啊 防水的这个壁纸啊 这种玻璃纸啊都可以 弄个防水的就行 因为这个水可能就要把它沁湿了 所以用个防水的是最好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最起码做一下通关 目的是为了做通关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在这个水池子的这个位置 水池子附近 比如说 这个地方 稍微近一点的地方 养上一盆水养的绿植 比如说观音竹啊 富贵竹啊 养上一小棵就行了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能通关啊 让水来生木木来生火 如果老师为什么用这个水培的 厨房置地 你要弄个土的话 那土就是有些时候这生个虫子 你这不是还不舒服对不对 而且比较脏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尽可能的就是 剪这种干净的啊 好痒的 好打理的 我们去做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也能起到通关的作用 其实 我们在化解的时候 优化啊 无论是什么优化 其实目的都是为了通关 对吧 你包括中医在给人看病的时候 其实也是 我们说头痛不要医头 脚痛不要医脚 对吧 你肝 比如说肝开窍于木 你眼睛的问题 你去找肝脏 对吧 鼻子的 鼻子的这个位置 你比如说鼻子出了问题 你是不是得调哪 你是不是得调你的这个 调你的这个肺部 还有你的皮 对吧 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调的是什么呢 调的是它这个相通的地方 还有你比如说肝脏出了问题 还有你比如说肝脏出了问题 它可能先从肾开始调起 为什么呢 因为是水嘛 你肝脏出了问题 肯定它上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所以呢就是调调什么 调它上一个环节 那我们这个调的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让它通关 让它通畅 这不就好了吗 你跟中医还讲了一句话叫 通则不痛 通则不痛 不痛 那痛呢 痛就是不通了呗 对吧 我们让它通起来 你通起来怎么通 那不就让它通关吗 就这个意思 好再来看 厨房门不能正对着入户门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当一个人他们家里的房子 比如说进来以后 这个地方就正好是个厨房 正好是厨房门 入户门直接对着厨房门 像这种情况 这种也是一样的 家里面对女主人不好 要不然女主人身体不好 要不然女主人有这个 容易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一家里面厨房 是最代表的是这个女人 自古以来 你看是不是都是女人持家呀 对吧 那家里的厨房 是最能体现这个女主人的 都已经对着门了 对吧 有些时候可能就不想过了 或者想放弃了 都算 要不然就身体 要不然就是这个不想过了 好了 那再有就是 你比如说厨房门 正对着卫生间的门 有的人家 有的人家 这是厨房 正对卫生间的门 这是卫生间 这是厨房 这不就正对着了 门对门 厨房对着卫生间 全家人脾胃都不好 啊 为什么 因为嘴巴吃的地方被污垢了嘛 而且一家人容易都容易发生争执 不是夫妻发生争执 就是这个父母和孩子容易发生争执 就是天天吵 相战 口舌之战 好 这个是不能对着啊 如果对着的话怎么办呢 一会一起讲完啊 好 再比如说厨房门这边是个卧室的门 也是一样啊 对着哪间卧室 哪间哪个房间的人脾胃不好 同时呢 脾气大 为什么 厨房是火呀 火直接烤着 你想想看 是不是脾气大 记性不好 怎么办呢 可以在这个门上啊 你打个比方 入户门 然后正对着这个厨房的门了 可以在厨房的门 门框上两边 以及入户门内 门框两边 一边给它挂上一个 葫芦 用葫芦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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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呢 在厨房的门上挂一个水晶帘 水晶 要水晶帘 半高也行 全就是整个 从上到下 是最好的 最好的 但是有的人 觉得这个不舒服 看着不好看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比如说 把这个帘子可以这样拉起来 对吧 拉起来 这个像弄一个挂钩 弄挂钩 这样挂着 也是可以的 或者弄一半 总比没有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一般 是这样化解的 好 再有 你说老师 那这个水晶帘挂里面 还挂外面 挂在你方便关门 进出门的地方 你比如说有的这个入户 这个叫什么 厨房门 它是尤其是这种 嗯 开关的啊 你要往前推 你把 你把这个帘子挂在里面了 你门都没法推开了 对吧 如果是推拉门 还能好一点 所以呢 尽量就是一切 一定要是让自己方便 啊 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一切你认为不舒服了 那么我们调整的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啊 甭管它多符合格局 它一定是不对了 好 这个是 优化的办法 如果要是说 现在正在装修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入户门正对着这个 正对着这个厨房门了 你可以尽量改门 把厨房门往这边开 啊 总比对着入户门强 好 这个是 写到这儿啊 接着再来看 水池子最好在炉灶的右手方 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龙虎印堂 我在后面要详细跟大家讲 这里呢 先跟大家提一句 为了完整性啊 龙虎印堂 什么意思呢 记着啊 你是灶 比如说您家的 厨房的门 厨房的门开在这里 甭管这是哪个方向 好了 看啊 比如说 你们家这两边 都是 台面 这个是水 这个是 水池子 啊 这是水 比如说灶在这儿 好了 您是灶 记着了啊 你是灶 不是你面对着灶台 是你就是灶台 以这种思维 如果是你是灶台 你是不是 是不是面朝 这边的 对吧 来看啊 举个例子 我这写个南 这是东 那您如果是灶的话 是不是 您就面朝的东边 背后靠的 是不是就是西边 现在能理解吧 那这个东边 你别管它东边 南边 你就知道这是前边 这个位置 这是后边 好 我把它擦了 重新来一个 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 这都是 好 你是灶 这就是你的前面 这就是你的后靠 这是灶眼 这个位置 这是水 好 看啊 你是前 我们有一句话叫左青龙 右白虎 好 那我们来看啊 你是灶 你的前面 是明堂 你的左边 左边在哪 是不是这边是左呀 那上边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右啊 现在搞清楚了啊 这个搞清楚了 不能乱 好 来看啊 炉灶 和水池子之间的关系 尽量 吃 虎 水 吃虎水 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个水 尽量要放在灶的 左边 左手边 左前方 左手边 都可以 好 吃虎水 不是错了啊 吃虎水 虎是什么 虎是右边 右边 右边啊 是在左手边 就错了 如果在右手边 比如说 现在这个水在这里 那么就对了 现在能听懂了吧 吃虎水 吃虎水 意思就是 要吃右手边的水 你是灶 您的水池子要在您的右前方 或者是右手方 所以 比如说 灶还是在这个位置 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还可以在哪 还可以在这个位置 水 这是不是也是右前方 嗯 所以这两个位置都是对的 那这个位置就不对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呀 比如说 这是水 那您将要把灶 放在哪里呢 是不是放在 这个写东的地方 就为好了 前面为明堂 这是灶的右手边 这是灶的左手边 这时候 吃的是不是就是湖水了呀 吃湖水 这就对了 这就叫吃湖水 吃湖水 意味着什么呢 尽财 吃龙水 意味着 破财 也就是家里 花销的地方 会比较大 总是不是这里 花钱就是那里 花钱 用钱的地方多 或者说 计划外 计划外的花销 也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里啊 给大家讲了一个龙虎印堂 在厨房里的一个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记者是吃湖水 现在就明白了 那你说老师啊 我家吃的是龙水 怎么办 要不然 挪 要不然 在水池子的位置 放上一只白象 比如说这是水 对吧 您家这个地方是灶 可以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水池子和炉灶 之间的水池子的旁边 放一只白象 象鼻子冲着水龙头 象鼻子冲着水龙头 象鼻子是朝下的 象鼻子冲着水龙头 白象 白色的白象 为什么 你看啊 这个象啊 是不是吸水的呀 我们知道 从古至今 有很多的这个 嗯 就是 一些大家里 尤其是这种 大宅院的这种 经常会在大宅院的这个 挤进门里 或者说门口 都算啊 或者是主房 它这个 大门两边 就会摆的有象 这个象呢 你会发现 有 弯起来鼻子的 也有鼻子朝下的 弯起来的鼻子是什么呢 弯起来鼻子是 吸才吸水的 啊 进障的 那鼻子向下是什么呢 是在找水源的 那把水源就找到了 您的这个水池子 位置不对 我们就拿白象 把这个水池子 这个水啊 找到这个水源 把它吸起来 啊 我们要的是这个象翼在 所以呢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关键啊 好 这个是 水池子的位置 不对 水池子最好在炉灶的右手边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听懂了 再有 墙砖柜体最好符合方位五行 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是不是不能被嗑呀 比如说西北角你这是厨房 那你西北的厨房本身西北是 是不是钱挂呀 是不是钱金啊 你这本来就是金 那你在用一个红色的柜体 是不是更是克了金 火来克金 厨房本身就为火 本身就克了一次金 金就受制了一次 你又用了一个红颜色 是不是二次受制 对吧 克上加克 所以它是 一定要符合这个五行格局 嗯 举个例子 那如果还是以西北角为例 如果你这个位置放了一个厨房了 那你应该用什么颜色来进行 化解 优化呢 是不是可以用黄色系 黄色的 咖啡色的 香槟色的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厨房五行为火 火生火克了谁呢 火克了西北角的金 火克金了 火一克金 是不是金就遭殃 金遭殃谁遭殃 钱挂遭殃 家里男主人遭殃 对应的每一个 虚害之年遭殃 家里的钱财遭殃 男主人的性格 暴躁 身体 就会遭殃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用火生土 土生金 是不是就通关了 土的颜色 是不是就是黄色系 所以用黄色系列的都可以 你给他把这个炉灶上下的那个柜体 尤其是炉灶上下柜体 或者是整个的厨房的吊棍 壁棍 都给他用黄色系的壁纸给他贴一下 是最好的 如果本身就是黄色系 就不用管他了 再有呢 你比如说一般厨房 都会这个贴瓷砖 对吧 地下也会铺瓷砖 像这种 那你在选购瓷砖的时候 尽量也用的是黄色系 棕色 咖色 香槟色 都可以 或者是白砖 带着一些黄色的这个花纹 笔纹图案 都可以 好 小太极 炉灶在极位 这个炉灶在极位啊 等到后面我在讲这个八宅的时候 讲人们为三者对应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这个在讲 这个大家记着 一定要放在极位 后面就讲了 现在今天先不讲 好 这个是要求 接着我来看 厨房在各个方位的影响和优化 好 我们先从正北看起 正北本身是水 极阴之地 如果要是有一个温暖着这个正北的地方的厨房 是不是也为极啊 那我们就知道了 他首先第一个围级啊 第一个围级 再有一个呢 我们是不是在学这个头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1349是一家 2786是一家 对吧 坐北朝南的房子 坐北朝南的房子 我们把它称之为 砍宅 砍宅是几 砍就是一 一的位置叫砍宅 同时在砍宅的正北这个位置是个厨房 它就叫伏壁的厨房 所以呢它也为极啊 能听懂的听一下 听不懂的没关系 我后面还要继续讲 也就是讲我们这个八大感应器场的时候 还会继续去讲 所以呢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待会来讲 先跟大家讲一下 在哪个位置好一些啊 再来看 如果厨房在东北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一家人就容易缺钙啊 一家人缺钙 同时呢 一家人容易皮肤过敏鼻炎 孩子的脾气是比较急躁的啊 脾气不好 特别易怒啊 容易发火 一点就蹭就着了 你说老师那如果是我们家 一共北边就两间屋子啊 两间屋子 一间 一间是厨房啊 一间是这个饭厅 或者是一间是卧室 一间是卧室 对吧 然后我把炉灶放在这儿了 那这是算正北还是算 东北角的厨房呢 对这算东北角的厨房 但是呢 您的炉灶的位置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 它是不是正好在正北了 所以呢 大家去看的时候 一定是按照大太极啊 大太极来看 当在小太极下去这个 去安放炉灶呀 安放抽烟机呀 安放水池子呀 那个在各自各论 等到后面我再给大家讲到 极位的时候再来说 好 这是 但是 这点也很关键啊 可能这时候就说 老师啊 如果是在大太极下 我这个位置是对的 但是小太极下呢 我这个厨房的 这个炉灶的位置就不对了 怎么办呀 这个 我后面再给大家讲 这个不要着急啊 因为没有全集的风水 没有全集的风水 只有不足的人心 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 加一分 减一分的关系啊 你会发现 所有的都是 加一分 减一分 你在这儿是急的 在那儿是凶的 这是急那儿是凶的 只要整个 加加减减 如果真的是 能够大于一分以上 那你家就是小康水平了 那两分以上 那就比较富有了 那三分 那就非常富有了啊 但是你要 如果是负一分 家里该出凶了 你要负三 那又出大事情了 所以呢 这个后面再给大家详细的 先说一下啊 好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镇位 如果是在正东为厨房的话 为急 你看啊 古人有一句话叫 东厨西卫 东厨西卫 东边是可以是厨房 东边可以厨房 西边可以是卫生间 东厨西卫 这个厨房啊 在东边 但是 在东边 某一些位置 还是有问题 啊 我到时候来给大家讲 你要如果真的压在正东的卯字上了 你你敢压吗 对吧 你要如果是炉灶 或者是水池子 就压在正正的正东的那个卯字上了 你敢压啊 大灵单身 酒魂不欲 肝胆疾病 血液疾病 乙肝 或者是这个 再或者是那个白血病 对吧 血液方面的疾病 都在这里啊 所以很多时候 所有的一切它都不是千篇一律的 只是说我们在讲一个啊 讲一个通用的啊 讲一个通用的啊 好 再来看 东南角 东南角为什么呢 东南角为驯位 这个位置 厨房也是急的啊 东南角如果是厨房也是急的 但是这个地方也是有它合适的位置 到时候我也来跟大家说啊 正南是不可以的 正南代表什么代表离挂 离挂 而且主的什么呢 主的是文凭啊 主的是名声啊 对吧 名声 本身就是火 你再加一把火那不完蛋了 对吧 眼睛心脏上火容易破昏啊 而且还容易有口舌是非官非 都算 好 如果是西南 如果安放的位置 对的话 那么会利于这家的财运 但是会出个败家字 这孩子不正干啊 或者是孩子经常打架斗殴啊 都算 女人强势 但是不利女人的身体 不利这一家人的脾胃方面的问题 但是你利财啊 所以有好有坏吧 好 再来看这个对位 如果是放在正西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 对位五星为金 火克金了 火克对金 就容易出现肺部皮肤 肝胆呼吸系统 同时呢 这女人特别爱整形 还容易破财破产 为什么 火克金呢 不得让你破产啊 口舌是非矛盾 孩子有些时候爱撒谎 都在这个位置 你比如说家里面 电视机放在了西墙 电视机放西墙的这种 那家里的孩子就有些时候就容易撒谎 好 再来看一下 现在如果是在西北角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呢 会出现头痛健忘少白头 脱发掉发直肠痔疮 颈椎破财 这个不用说了吧 为什么也是火克金的问题吗 就会出现西北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优化 如果是正北的话 正北式厨房 刚刚说了是不是好啊 对吧 正北式厨房是好的 比如说这是你家的一个厨房 能看在这里 但是记着啊 就即便是在正北式厨房 黑色的这个橱棍 壁棍 那都是忌讳的 尽量就不用黑色的这个 这个橱棍 壁棍 这一点 再有呢 水池子上下水的位置 一定一定不能压在正子上 什么意思 也就是从你家最东的东边 开始凉起 一直到最西的西边 然后比如说凉出来十米 正好在五米这个中心点上 如果是正子位 然后有了炉灶或者水池子 那不行 这个被压住了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处理掉 一定要处理 你比如说在水池子旁边 放上一只白象 那如果是炉灶的话 就必须必须得放龙龟了 这个很重要啊 家人们 水池子 但是呢 你看你凉的时候要注意啊 打个比方 你家东边在这儿 这是西边 你家的厨房是在这个位置 好了 你凉的时候你只凉这一段吗 不是 你要从这个东正东 开始一直凉过去 算出来一个米数 之后除以二 然后看一下延伸过来 这个点有没有是炉灶或者是水池子 这才是您家大太极的正子上 正子位啊 我们说的是这个 好 炉灶安放在极位 这个后面再讲啊 我们后面所有的都是炉放安放在极位 都是一样的 我后面我就不说了 水池子不对 都用的是白象处理 水池子不对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水池子对着入户门了 水池子对着这个厨房门了 水池子如果对着这个炉灶了 水池子是这个放在了炉灶的左手边了 它都叫水池子位置不对 所以呢 我们都需要用的是这个白象处理就好了 好 我们再接着来看 东北 东北的这个厨房啊 可以把它的吊棍壁棍还有地砖墙砖 建议都用黄色系 你说老师啊 东北方五行为土不是挺好的吗 火来生土对吧 火来生土是是还不错 火生土 确实是对这个孩子 你比如说孩子优秀啊 孩子脾气比较倔强啊 比较急躁啊 小孩说大人话啊 这些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 就是全家人的这个鼻子啊 尤其是鼻子皮肤左腿左脚 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方面就是一定要注意啊 炉灶安放即位 同时呢 在灶台上可以放上一碗清水 灶台放一碗清水 好 再有 东北 正东 正东是什么呢 正东如果是个厨房的话 刚是不是说还是可以啊 但是啊 也是一样的 不要压在大太极 从您家最南边的这个墙 一直量到最北边的这个墙 看看一共是多少米 平均分成两份 中间的这个字上 一定不要压在正卯字上 不要有水池子 不要有炉灶 否则的话 就容易 所以有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些问题 如果是炉灶的话 怎么办 在炉灶下面放龙柜 如果是水池子怎么办 在水池子上面放白像 好 东南 东南也是一样 水池子和炉灶 一定不要放在这个鸡脚的位置上 也就是 比如说啊 这是您家的厨房 您说您家 您把这个炉灶就放在这个位置 那不行 或者是把水池子也放在这个位置 也不行 这个位置一定不能放 但凡稍微偏下一点点 或者是往右边偏一点点 可能就是好位置了 所以呢 这个得需要各自各论 好 再来看 正南 正南是非常忌讳 黑色和红色的 水池子和炉灶 不能压在大太极五字上 也是同样的啊 整个从东往西 平均分成两份 找到最中间的这一份 比如说这是您家的厨房 厨房这个位置 正好就有一个水池或炉灶 那就算压着了 如果是水池子 可以在水池子上面 放上一只白相 如果是炉灶 怎么办呢 可以在炉灶的灶台底下 给它放上一碗小米 每隔三个月 把小米换掉 换上新的小米 换下来的小米不能吃 给它扔到外面干净的绿地里面去 给它扔掉就行了 好 再来看西南 西南肯定是不能用黑色的 这个 以及红色的 壁棍 水池子和炉灶 不能在西南 激一角这里 比如说 这是您家的厨房 您把灶台或者是水池子 给它放在这里 那是坚决不可以的 不能放在这 也不能放在这 也不能放在这 但是放在这 还能稍微好一点 就我刚才说到的 家里面容易出败家子 家里财运好 但是放这 那真就完蛋了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家里面就要毒要害 自闭症 忧郁症 然后容易这个寻死觅活 都容易在这里 但是在这里呢 就是对女性 比如说 卵巢囊肿 子宫肌瘤 节节 全家人脾胃不好 就在这里 所以呢 相对来讲 如果是坐北朝南的房子 坐北朝南的房子 这个位置还是绝命位呢 绝命位 绝命的炉灶 所以呢 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但是根据这个 根据1234 要扇6789 要水 这个的原理 以及我们说东除西味 这样的原理 那其实放在这里 还是会好一些 反正就是各个流派 有各个流派的说法吧 但是呢 它的这个出现的问题 它是肯定是少不了的 好 再来看正西 正西呢 即黑色 红色 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黄色系 都是可以的 炉灶不能压在整个大台级的这个油字上 这个也是一样的 怎么办呢 可以在灶台上面啊 放上一碗清水 或者是放上四个铜葫芦 给它装满水 放在灶台 灶台上 如果灶台上面没有地方 可以放在灶台的底下 放在灶台底下 那个柜子里 就行了 再来看西北 西北也是一样的啊 西北和刚才的正西 是一样的 但是啊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西北是厨房的话呢 你会发现几家欢喜几家愁 如果你把灶台或者把水池子放在了西墙 我告诉大家 这个破财特别严重 破财 破大财 而且是腿脚不舒服 但是如果是放在这里 那就OK了 所以呢 放的位置也是要受到一定的这个约束的 好了 我们今天 重点为大家讲解的是厨房 整个厨房的一些常见问题 以及优化办法 好 给大家出一下今天的作业 厨房在哪个位置相对是急的呢 回答一下 炉灶对着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大家自己可以写一下 或者是可以在脑子里面过一遍这个问题 如果还想不起来 建议把这节课再重新听一遍 本期我们重点讲了厨房 厨房的影响以及优化建议 下一期将为大家介绍入户门的学问 包括入户门 室内的门 还有窗户 那这个学问就非常多了 知识点也会比较的详细和琐碎 下一期重点来学习这方面的内容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暂时告一段落 各位家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谢谢观看